记录生活,分享美食 欢迎你来到御膳房美食生活 鲍江蓝莓Muffin 真是好看又好吃 这是几天前全家人去农场摘的蓝莓 正好派上了用场 做法也超级简单 连失败 首先碗中打入两个鸡蛋 把鸡蛋打散后 加入60克的糖 接着边搅拌 边慢慢的加入了60克的玉米油 当然用黄油代替也可以 再加入80克的牛奶 搅拌均匀后 液体的部分就准备好了 现在我碗碗里加入了200克的中筋面粉 50克的蛋白粉 没有也可以不加 还有4克的无铝泡打粉 翻拌均匀 到没有干面粉的状态就可以了 接着我把洗干净了的蓝莓 大约200克左右倒入大碗中 轻轻的翻拌一下 装入一个个可以放入烤箱的纸杯里 蓝莓是一种健康的 并深受欢迎的水果 每年夏天 我们全家都会去农场摘蓝莓 自己亲手一粒粒摘下来的 那可真是又大又甜又新鲜啊 这也算是每年我家的传统保留节目之一了 一边装好了杯子 一边烤箱进行了预热 接着把它们放入烤箱中 我设定了烤箱是340F 25分钟 我看到它们在烤箱里长胖了 很快时间到了 我可以把它们取出来了 哇好香啊 蓝莓在烤箱里受热炸开了 蓝莓汁或流出来 或渗透到Muffin里了 看着诱人吧 超级简单又好吃又营养的 爆浆蓝莓Muffin就做好了 这就是松软的 香甜的 又透着一丝丝蓝莓酸的Muffin 它也堪称 极颜值与美味为一体的 爆浆蓝莓Muffin 品尝着美食 回味着一家人摘蓝莓的场景 一个人的下午茶也不会孤单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你订阅和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下期再见吧 1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